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明天却去追求其他的偶像 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也常常有这种的现象 我们一方面我们爱我们的上帝 另一方面我们心 却去追求其他的东西 所以现在何西亚告诉我们 上帝有时候会用一些的困难 会用一些的痛苦来撕裂我们 为的是要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已经走偏了 唯有上帝能够来医治 来采果我们的创伤 所以先知何西亚邀请当年的以色列人 也邀请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就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 我们上帝 今天我们就回转到他的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